今天的这部剧非常好看,但几乎没有人做过解说 我觉得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内容社会性比较强 二就是这片子似乎没有熟肉 废话说完,我们开始 大家好,我是木村 森田是个头脑灵活,却背负着债务的无业游民 想靠独马搏一搏,结果可想而知 甚至出现幻觉把地上的废票看成了钱 而这个瓶颈银二则是黑社会的名人 做一些暗精的银神 森田已是走投无路,便加入了银二的团队 银二给森田介绍团队的其他成员 传田是前检察官 这是酒吧的老板阿逊 而安田以前则是重案组精英 看得出团队成员都是一振一挟的厉害角色 这天森田的一个朋友来找他帮忙 说六本木有一家灵魂酒吧 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很多人 他们最喜欢玩一种扑克牌游戏 前几天他的一个叫明岁的闺蜜 和男朋友刚部去了这家酒吧 刚部和西条友田是酒吧的常客 他们三个都是家世显赫的公子哥 开始也就是正常的玩游戏 明岁也是赢多输少 玩了几句以后赌注就渐渐变大了 很快明岁就把先前的盈利全部吐光了 并上了头问西条的朋友西岛借钱继续玩 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拿到好牌还是会输 明岁很快就输完了 这金额可是他半年的收入啊 这边帮你们省点流量我就减掉了 在那之后明岁因为受到打击而足不出户 森田决定帮短发妹去会会他们 西条三人果然在酒发 似乎对明岁的事情也并不在意 短发妹为替明岁报仇首发出战 游戏规则讲一下 每个人发五张牌比大小 牌的大小顺序 是对子 两对 三对 顺子 铜花 葫芦 四条 铜花顺 皇家铜花顺 每人有一次换牌机会 换完牌后就开始下注 双方可以选择跟不跟或继续加注 加注没有上限 如果选择跟 这投入和你一样的赌注后开牌 如果选择不跟 之前投入的赌注就归对方 西条很大度的让短发妹厌牌 其实也看不出什么来 第一把两人都选择换三张 短发妹摸到三条 跟注两万后开牌 齐开得胜 之后短发妹也是运气不错 连续赢了好几次 这一次短发妹摸到了 K嗨的铜花 加注十万 但西条继续加注五万 短发妹再加注三万 西条秒跟继续加注五万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三万了 这数字已经不算小了 短发妹的闺蜜也上头了 本来是来观战的 现在也上桌了 西条笑了 说现在我们来确定一下规则OK 也就是不跟就是放弃 对吧 这边赌注没有上限 你们也知道 没问题吧 似乎说的没错 西条笑着说 加注一千万 这不是欺负人吗 谁会带着一个房子首付的现金出门晃悠 西条三人脸上邪满得意 对 就是欺负你们了 怎么着吧 短发妹两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 束手无策 西条还故作样子的说 要是不够可以向我的朋友借 西岛一挥手表示没问题 西条不耐烦的开始倒数 此时边上有人叫停 当然是森田了 森田说这就是你们的套路吗 low ball了呀 说完从包里掏出四捆万元大钞 整整四千万 说你首付我全款 友田不太相信 眼前这穷酸男人能拿出这么多钱 上前查看 但仔细查看后 确实是真金白银 这货简直是一栋桂圆机啊 西田问森田是哪家公子 森田说你们几个穷鬼 不要套进股 有钱就跟 没钱就滚 三人确实准备不足 无法一下拿出这么多钱 但西田说 今天只是准备不足 有胆子下周六晚上十一点再来 看看到底谁是穷鬼 本篇篇名 银语精 作者浮本神行 好不好看 你们说了算 评论区告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